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闻师傅 德国科龙有新纳粹主义组织号召示威 抗议极端伊斯兰主义 2000多个示威者情绪激动 高呼赶走外国人 向警察扔石和玻璃瓶 警察要用胡椒噴霧和水炮来控制场面 其实警方早已警告 说这次示威可能会爆发暴力冲突 情报机关一直都密切监察 示威是由德国这个极有政党发起 网上的反应热烈 几千人报名参加 当中包括大量年轻的激进球迷 原本拥护不同球会的敌对球迷 因为有极端伊斯兰主义这个共同敌人 近日就团结起来 透过社交网站联系成立组织 成员估计有超过16000人 大约300个成员 上个月在多特蒙德街头搞聚会 他们穿的黑色衫 纹身以至标语 都有与新纳税主义有关联的图案 这个球迷组织由哪个领导并不清楚 但种种的迹象都显示 他们与新纳税主义的关系密切 活动的发言人也都是极有政党的成员 德国警方和情报机关对新纳税主义 浸入球迷表示非常担忧 年轻球迷本身已经比较激进了 动员能力又强 成为了新纳税组织吸纳新血的最佳途径 近年冒起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武装分子行为极度残暴 新纳税组织就强调要对抗极端伊斯兰主义的口号 就更加有市场 新纳税主义入侵足球组有前科 两年前的欧洲国家杯 由波兰和乌克兰合办 波兰发生了多宗球迷骚乱 被指是仇视爱族的球迷组织搞事 另外有报道说 一个叫乌克兰爱国者的极端组织 设立秘密训练营 教球迷怎样用刀和枪 在球赛期间制造血案 俄罗斯、西班牙、意大利、英国等等 多个国家的球赛 近年都有怀疑新纳税主义分治搞事 有评论说 现今的球迷冲突 很多已经不是因为拥护不同球会而引起 根源就在新纳税主义 必须要加以警惕 今日的新闻智库就讲到这里